美国总统川普在稍早首度提到了民主党参选人拜登胜选 不过接着也算他是靠坐票胜选的 不过随后川普又立刻的发文强调说 这个拜登只是在假新闻的媒体眼中胜选 所以简单的来讲川普到现在都没有认为自己输了 而这个川普他甚至现在也提到了 未来他会有大动作将会提起这个大型的诉讼案 也指控美国的宪法目前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 不过我们带您看到他真的是动作不断 在台湾时间16号的中午又发文表示 我自己赢得了选举 15号才说他赢了 没想到隔了一天他说是川普本人自己赢了 真的说法也是变来变去的 川普就说他赢得了选举 这破文一出呢立刻吸引了非常多的民众来按赛 总共是高达了15.8万人 但没想到立刻被推特给警告了 而且还直接在下方夹注与官方的消息 不投不符合事实 但是呢这个川普的一个律师 也就是朱利安尼他对外表示了 其实川普输掉的每一周 实际上呢川普都是赢的 而且呢还反而赢拜登两到三个百分点 另外呢这个川普的支持者在14号呢 也是举办了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百万大游行 就是希望能够抗议选举不公 因为现在很显然的就是各说各话嘛 拜登说他赢川普也觉得自己没输 所以现在呢这个川粉们就开始举行了这个游行 但是呢在稍晚的时候也有激进的左翼人士 左翼人士呢也是袭击了示威者 这些左翼人士其实就是反川普的这些人士 所以警方也立刻到场来维持秩序 而对此呢这个川普的女儿漂亮的伊凡卡 他也终于讲话了 表示媒体对川普支持者遭受的肢体暴力 几乎是完全沉默 是既可耻而且又危险的 那另外我们来看到 其实在美国不同的媒体呢 似乎有不同的这个拥护者 那向来呢就是被川普责骂的是CNN了 那在CNN的部分则传出了川普卸任之后 CNN可能到时候就没有川普可以骂啦 所以呢收拾呢将会变得不好 那怎么办 如果收拾不好的话就没有办法赚这么多钱啊 所以现在传出了这个母公司 也就是ATMT很可能会把CNN给卖了 甚至连买家都被点名了 他是谁呢 就是Amazon亚马逊的创办人 我们就看到其实好多的企业家都想要自己来经营媒体 其实稍早川普也传出了 想要自己来创办一个社交媒体公司 因为像他真的是一个重度的网络使用者 非常爱发文 而且很爱透过网络跟民众来交流 那事实上呢我们就看到川普到底会不会自己来成立一个媒体公司 备受关注 但是川普呢就算离开白宫之后 不设立媒体公司 其实他也有很多赚钱的管道 真的离开白宫不怕没钱赚 因为举例来说如果说他来演讲的话 很多的美国总统在卸任之后呢 都会开始到各地来演讲 如果川普真的开始呢 也像之前的前任检验总统一样开始靠演讲为生的话呢 如果说他到了海外一场可能就可以赚进两百万美金哦 如果在美国境内的话则是一场一百万元美金 真的是好多钱哦 那另外我们但您看到是川普哦 呃不晓得会不会即将在一月份卸任 但是难道这是最后的疯狂吗 美国的媒体就表示了在川普剩余的一个任期之内呢 川普有可能会继续的对中国来进行最后的施压 包含呢对危害新疆香港人 以及威胁美国国安的中国公司政府 甚至是政府官员来祭出制裁的方案 不过这个媒体倒是表示了 很可能不会涉及对台湾的一个新动向 这美国的国安人员呢就表示了 其实啊这个为什么川普现在要大动作呢 就是因为现在川普想要把方向给确立出来 如果未来真的是换总统了 换成了拜登的话 那如果拜登呢改变了川普的这些策略的话 那么呢就是一个政治自杀 因为呢如果说美国的人民都相信是这样子的方向 如果你其他的总统来继任 改变了这个方向 等于就是与人民来作对 不过虽然如此 我们却看到港媒有一篇报道出来了 就是表示民主党的人士现在已经是主动的联系中方 而且呢美国跟中国已经慢慢的恢复了半官方的交流